华联县政府无了祈求现金安康 并为华联县民祈福 今年再度邀请中华学门法师齐聚 为华联相亲消灾祈福 县长徐政卫立位傅昆奇 县府各局处首长 法师及众师兄弟姐妹不辞辛劳 连续第六年来到花莲 办理大花莲良黄宝餐祈福法会 中华学门总会3月23号这一天 则是在六曲神话区办理 大花莲良黄宝餐祈福法会活动 花莲良黄宝在民国107年0206 花莲政灾之后 邀请中华学门总会 以及学门法师远从台中到花莲 为民众祈福祝祷 安定民信 今年为了祈求现金安康 并为花莲献民祈福 现在许中卫再度前程邀请中华学门法师们 其为花莲相亲消灾祈福 法师及众师兄师姐们无事奉献 不时辛劳 继续第六年来花莲伴你大花莲 良宝宝餐祈福法会 我要谢谢玄门总会 我们的玄珍大法师 多年来 连续六年来到花莲 办我们的这个祈福西安大法会 而无私奉献的 让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参与 无论势农工商 无论贫病孤老 我想这就是让我们的众神佛能够安住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在这个全球 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 这么渺小的人都受到众神佛的关爱 还有法师的这个支持 法师的关心 我想这是法师的慈悲 诸神佛的慈悲 以及我们玄门总会 大总理 以及所有师兄姐 真的是无私的奉献 到处行脚 到处让地方能够祥和 国态能够民安 所以真为代表花莲县所有的乡亲 感谢玄门总会 以及玄门总会的法师总会 还有我们所有来自于海内外 或者是我们在地的宫庙殿堂的所有护持 我们信仰的所有的兄弟姐妹 大货连南宝宝参与法会 3月23号上午9点开箱大典 3月26号上午10点 黄婆祭七星科宜 现场发送祈福平安米 分享福报 以往为止 3月27号上午9点拜天宫 中午12点瑜伽宴口 事实要即刻以圆满 另外3月25号上午9点 在花莲中林寺办理 花莲中林寺法会 法会期间每日送到金山玉制 良环宝餐 及提供三餐免费素食平安餐 因为华东民众免费办理 超拔解冤 拔生地基组 邀请下人一同来参与 共同替花莲参乡祈福 为天地万物祝祷 记得将一块收到